林先生你好 你好 你開的士多少年? 我由1974年開始開的士 但中途有十一二年是沒有開的 我1994年再回到這行 中途你叫做什麼? 中途我回到大陸工作 但我由1994年回到現在都夜幾年了 夜一二年 你開的士為什麼我會知道林先生呢? 就是因為我有一次在醫生的抗爭裏面 在紀念山法院去海洋公園 去到海洋公園 我上了車之後 林先生就表現了一個不太開心的大旗的表現 我就奇怪 為什麼林先生有些大旗都不喜歡做呢? 其實林先生為什麼會是這樣的想法呢? 原來她是喜歡駕駛一些雙賊人士 或者是一些錯誤的 林先生其實比這幾年的做法是怎樣? 因為這樣的 我自己太太都是弱視人士來的 我見到她們在廣華醫院 在眼科醫院覆診很難截車 我現在變成了 我逢星期二 我在廣華醫院開工 我就專門接雙賊人士 坐輪椅 或者拿著怪獎那些 那星期四、星期五 我就因為住在竹園 我就去聖母醫院 一開工我就去的了 專門是車那些 夜二蚊的短途 那些公公婆婆坐輪椅的 車完他們 回到慈雲山 或者鳳德邨附近 我又再去過 因為那段時間是交更 他們很難截車 那我一路車到他們 差不多是五點鐘 那些同行開工了 那我然後才去正常做回 自己想一下 他們根本就是很難坐車的 尤其那天你在QE那裏 後面那裏 就是你隔兩個已經是一個輪椅了 那我就打算接他們的 接了你都沒辦法了 因為有很多輪椅 很多行家都不肯接的 是啊 我在QE我都見過 輪到它 它就開始走人了 是啊 其實社會上 其實剛才施司機 有些反映就是 他們一見到的輪椅 或者是老人家 山拐廣 或者是拿著一些花去拜山 這些荒屁的地方 他們就不願意車就走了 那你覺得其實 會有些冥靈印象嗎 有時候有些行家可能 因為想找快 即是客人快點下車 又做過第二轉 譬如如果你說 輪椅的 老實說 他是想下 是麻煩一些 老人家是想下麻煩一些 但是我們當想回 你將來自己的年紀會大的 如果你要坐到輪椅的時間 你的心怎樣呢 或者當我在坐輪椅那個 或者扶住拐掌那個 是你自己的家人 你會怎樣想呢 你就會去車的了 你是可能會做少少少生意 但是人生賺這麼多錢 你未必是快樂 你幫到人可能是更快樂 是吧 但是很多行家都不理的了 不理這麼多了 目前為主 是吧 那個個案呢 就是有一個客人 他就下午吃飯的時間 他就用吃飯的時間 就載他爸爸去洗臣 在深水埗來的 但是呢 放工的時間 因為不定時 他就偷雞 有時偷雞去接他爸爸回家 有時呢 偷不到雞開會 他爸爸就在那裡等了 但是他無意中 有一次遇到我之後呢 我答應跟他載他爸爸 只要他的工人 預早給我電話 我就去跟他載他爸爸回去黃埔 但是很可惜 載了幾次之後 他爸爸都走了 哈哈哈哈 其實呢 現在很多歷史司機呢 就說因為工資是不夠的 所以經常都會有說 白節的 但是你再是這樣 可以載一些人 再加上你不會是白節的 那其實 其實是夠不夠的呢 那個所有 我很坦白跟你講 日間的同行呢 我就不知道 如果是夜間的同行來講呢 勤勤力力 不要埋堆 可以夠生活有得的 就是你要求不高 萬五六元呢 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以我們現在的學歷來計呢 應該呢 700元日 是不會走得掉的了已經 那些市民很多時候都不明白呢 那些市民很多時候都不明白呢 那些市民會有發展 還有為什麼 那些市民都說 有費家 車租家 生活難路啊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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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最主要呢 就是看 訪問那個本身那個 是代表司機呢 還是代表車行呢 還是他是 一個代理人呢 如果代理人和車行的 他肯定是希望加租啦 司機的肯定是希望減租啦 是吧 大家的訴求不同啊 是吧 其實 我由1974年到現在來講 的士是 我們叫爛免立 沒什麼做的時間 就可以隨時做得回 所以我們這行呢 就比較上麻煩些 入行的人又多 流動性很大 始終都是有害群芝麻 有攬收車資啊 拒載啊 各樣都有 加上現在呢 自由行就多啦 你說在 攬車站啊 或者在九龍區呢 廣東道啊 就更加多一些 更加多 以前呢 只是歐美的遊客呢 是沒有那麼多的 現在自由行多了 就反而 多了 攬收車資和拒載的 其實可能是說 個人問題 並不是 的士這個行業很難的 是呀 這個是個人問題 這個真是個人問題 其實我們的士行業 很多都是很好的司機 還是很多的 這個呢 現在只不過是個別情形的 正如是因為可能是很容易入行 但是就會有些少少的耗耗芝麻 是呀 是呀 最主要就是 你明天找到別的東西代替的 你可以給鑰匙的車行 或者代理人 你就可以不做了 不用預早通知 所以形成了呢 那個 那個 品流是比較麻煩一點的 太容易入行 那 我知道呢 其實你還有很多 健康公益做過的 其實你之前做了些什麼的 好事 或者是 是不是只頒了一些 像狀給你 我呢 最主要呢 我就是 撿到東西 我一定是 交回去警署 或者去馬路之友 所以呢 我在這裏勸 那些遺失了物件的朋友呢 如果你們一不見了東西 你最好打去商台 馬路之友 那裏看看有沒有的士司機 撿到 打了上台 你立刻可以拿回 因為我曾經很多次都是 在馬路之友那裏 配對到 給他們 如果配對不到的 我又要拿來 又拿去警署 給他們 我都試過很多次 給的了 包括現在我的銀包 以前的手機 全部都是三個月後 沒有人去拿 警署叫我來拿回 都還有很多在這裏 那有些深刻的經歷 最多可以找到一些名貴的東西 那一次最厲害 那一次就是在赤立國機場 就是我的總監 車的客 西德人 在會展那邊開完展覽會 回到德國 為什麼他就留了一個 裝電腦的行李箱 手提行李箱 在的士後面 我發覺之後 我飛回到機場 是給他 原來 在機場那些特警 已經是到處去找這輛的士了 那我身後 我報了上去之後 那我就 肥過頭 跑不動 那有一個特警 就跟我拿著那個箱跑 我就跟著那個特警 去到警罡那裏 那當時呢 有一個女的警務人員在那裏 應該那個都很高級的 那叫了那個德國人 站在那個警署那個閘口那裏 等我的行李箱 他說最後這三十分鐘 如果不見他就上機了 終於我都還給他 他抱著我來 來疼 然後我拍照又成 因為他很開心 但是那個行李箱呢 對他真的很貴重 還有我亦都曾經試過 撿過那個行李箱 裡面都有很多新台帝在那裏 但是我都交回去 馬路之友找到 我就交回去 尖沙咀警署 給那個台灣的中華航空公司的 機師來的那個 我都給他 但是我和那個警察先生 大家都不知道 原來那個行李箱裡面 有這麼多錢的 後期他在那個 當著我們面子 找回那袋錢出來 我們才知道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都不知道 原來他 是有這麼多新台幣 預備帶來香港賣東西的 我們都不知道 我和那個警察叔叔都惡了意 全部是新台幣來的 都有很大數目的 謝謝 謝謝 其實你現在半個有陣後 你為何去推移一些 新能力的時機 或者原來的時機 其實他們的推移應該如何 我現在就希望 那些同行 是生活可能 就是好像我以前 那些弟弟在讀書 那段時間 開始大 那你們就 希望你們 勤力踩多兩轉 就不要用那麼多機 來在這裏講說話 因為我覺得我們這行 吹水是很重要 你說做一千 他又說做一千二 一路一路在那裡吹大他 其實自己做回自己的行 就最好了 還有見到老人家 真的幫幫手 我其實我最想 今天你訪問我 我希望有一間 現在做 那個輪椅車的的士車行 我不說哪間 他的老闆聽到 其實你現在 每一個傷殘人士 call你的車 要付六十塊 call車費 他才上到輪椅 其實很多坐輪椅的人士 跟我說太貴了 因為他們根本不是那麼富有 我希望這間車行 能夠把那個call車的費 減到二十或者三十塊 改了個名叫做愛心的士 還好過 你不用在玻璃窗那裡貼著 紙的士與普通的士收費一樣 你還開了出來 每個知道你是有愛心的 還好過你去賣告白 去減車租 你現在減車租 都沒有用的 不如你做了它更好過 是不是 那現在 其實你見到現在那些人 那些害群芝麻那麼多 你會覺得 是甚麼原因令到他們這麼大 可能生活問題 如果是環境好些的 他們也應該不會 不過只是害群芝麻 只是一小撮 不是很多人 那現在警察剛剛對上幾個星期 其實是不斷地捉到兩萬 收車子 每個星期都是 是啊 現在主要是集中在南桂方 和廣東道或者藍車站 我們那些強國人民那裡 是在那區 如果他們會這樣做 都會去港區 不是港區 不是港區 少的機會很多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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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林伯 我想還有一個問題 其實你拿了很多獎像 其實最極人的獎像 沒有啊 都是那些叫做 是優得的士司機那些 那些 那些我都沒有什麼所謂了 最主要都是 我現在這幾年的心態呢 就是服務到那些傷殘人士 我就是希望一開工 我就去接他們 能夠希望那些的士同業 去多些眼科醫院啊 囂醫啊 廣華醫院 尤其是廣華醫院 實在是太多傷殘人士了 因為西九龍呢 全部都是老人家覆診在廣華 我希望那些同事經過廣華的時間 下午或者上午呢 去幫那些人 不要說見到他們就走 我就已經很開心了 是啊 三點至五點的時間 那些傷殘人士是最難接的士的 希望我們經過幫一下手 是啊 廣華醫院啊 四點後中眼科醫院啊 那些人是很難接的